尹熙悦这次的政治前途算是彻底完了 我猜不久之后尹熙悦大概率会辞职 而且这夫妻两口子有可能还会坐牢 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这六个小时非常的关键 这次的戒严帮韩国至少考验了一个东西 就是韩国真的已经从过去一个完全的政治化野蛮国家 现在进步成一个法治国家了吧 咱们就说至少在关键的时刻 国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而且呢民众任国会任宪法 军队任国会任宪法没有任总统 对吧 至少韩国已经从过去那个完全的军政府思维 已经完全转变成一个现代国家的思维了 这次的政变以后 我猜韩国会更好 因为至少考验了韩国人心中的这些东西 其二啊 尹熙悦这次为什么失败 这叫什么呀 这叫没有那个能力 没有那个金刚钻 还要懒那个瓷器活 尹熙悦我们都知道啊 他在任上一直以强硬著称的 咱们不是说不能强硬 每个人都喜欢强硬 每个人都想强硬 但问题是你有没有那个资本 但是尹熙悦呢 他是没有那个资本的 对吧 我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啊 你强硬的资本一定得是你是国会多数党的那个总统 可惜问题是在于你是吗 对吧 你当年大选获胜的时候 只是我记得是0.6%还是0.7%的这个微弱优势 你这么小的优势 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国会多数党的总统 如果你是做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 这么一个总统的话 可能你还能哄着大家带着大家往前走 问题是你一直是以强硬著称 你的支持率太低了 而且你使用的手段太极端了 尹熙悦最终使用的手段是 说现在国会里有反国家势力 然后直接出动军警去为国会去抓人 很多朋友说 其实说到底啊 也不过是六个小时 其实这并不是说 他只宣布戒严了六个小时 而是尹熙悦的这个做法 他是没搞成 他要是搞成了 那不就是另外一次首尔之春吗 那可能韩国就直接回到 1980年代的那个韩国了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尹熙悦的这只是政治野心暴露了以后 政治能力不足的一次体现 关键是你这么搞了 你的猪队友还多 比如说啊 我宣布六个小时解除戒严了 这边军方立马就同意 就算是最后被弹劾吧 咱们就说就算是最后还是大概就下台吧 因为总统嘛 你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你是有权利去定义这个紧急状态的 或者是你有权利去说啊 现在是紧急状态紧急事件 或者你说啊 我有证据表明 现在这个国家啊 是非常紧急状态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是在于你最后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结束了 他那个猪队友国防部长还死挺着 还不愿意结束 这就说明你团队里面的人 你提拔上来的这些人 他是有问题的 他就是这些有军政府基因在身体里 或者说有那种想法在身体里的 这又是你的不利的一个点 而且现在这韩国六个在野党 全部要求弹劾尹熙悦 尹熙悦自己的总统的这些幕僚啊 内阁的这些首级秘书 已经集体宣布辞职 尹熙悦自己的党也要求尹熙悦退党 划清界限 这叫什么呀 毒夫民贼众叛亲离了 昨天我们都说嘛 但凡这天一亮 老百姓知道这事以后 没有人站在你这边 军队最终选择站在了国会这边 你就大势已去 你就玩毒的了 而当最后连你自己的政党 都要跟你划凶界限的时候 你就彻底变成一个人了 但是我觉得 有可能出现以下的一种情况啊 就是尹熙悦死挺着不辞职 他就死活我不辞职 然后呢就等着别人弹劾他 然后就死皮赖脸了 赖在这儿啊 然后他就不下台 那根据尹熙悦的风格 他是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啊 那韩国这个事的乐子 那可就真大了 不得不说啊 当年川普在美国烧国会的这个事 煽动大家去闹事的这个事 在整个西方国家 包括类西方国家 都已经引起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因为什么我为了老百姓啊 我为了人民发声啊 我是人民民意悬来的 这种话你就是忽悠傻子的 因为人家经营政客 人家看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原来还可以这么玩 原来你真的可以靠忽悠民粹 又把集权那套再拿出来 对吧 只要最终我能骗成功了 我能给对方扣上反国压势力的帽子 给对方扣上境外势力50万的帽子 我就能干成这样的事啊 只要是我愿意这么干 就能干成 所以说你看到吧 川普这个人 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 引起的余波是非常大的 只要是你这么干了一次 就忍有样学样 这个就跟当年李世民的选我们之变 朱棣的静难之意 是有异曲同工的效果的 对于整个西方社会 带来有样学样的这个影响 是非常大的 而且我就把话给你放到这 这事没完 这事不但在韩国有 在其他的西方国家 或者内西方国家 还会产生 因为只要川普这个人的影响 没有消散 这件事的余波 就会往后几十年 在整个世界扩散下去 因为川普这种 冲击了国会 最终煽动民众 以民粹的形式 绑架的形式 最终自己不受法律的审判 而且还能回来当总统呢 这东西就是忽悠傻子的结果 来达到个人极权 你是怎么洗也洗不白的 这套东西对西方带来的影响 是体制性的伤害 而最终 这些精英政客看明白了 既然美国这么搞 大家都可以这么搞 以后你看着 往后几十年 当川普的余波 对这个世界影响 没有消散的时候 西方有可能会 一二再再二三的上演 这样的事情 韩国这个事 只是中间的一件小事 大家算算现在有多少个国家 已经出现了 类似于韩国这样的事了 我就不多说了 那行吧 这一期就跟大家聊到这 以后有这方面的话 就再跟大家说吧 这一期聊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